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10月5日 今天的读报点评节目 我们从习近平所提出来的精准服务谈起 这个以往的读报点评节目 多次谈到中共的一些主要领导人 一般都是负面的 那么今天稍微谈一点点正面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出于什么恐惧 而是要这个事求是 那么做得好就谈得好 不好有批评 这个消息是人民日报披露的 人民日报搞了一个微视频 我看在这网站上 题目叫一个不能少 他讲到什么呢 讲到习近平 在过去的四五年当中 也就在十八大以来 那么提出一个口号 一个奋斗目标 就是针对中国的国情 虽然是有很多人 这个生活比较富裕 但是呢 也有相当的一些人生活贫困 那么对于这个贫困人口 要进行引导和扶贫 他提出了精准扶贫 那么呢 在二零一三年 这个十月三号啊 据说习近平到湖南省 向西啊 十八栋村 这个地方去考察 他提出呢 就要 这个 服势随 随服势 怎样服 如何退 他说在这方面要做 这个秀发 秀发功夫 那么 扶贫呢 扶谁 那么根据这种大数据啊 现在国内 网络各方面都比较发达 很容易得到一些信息啊 就是哪些地方啊 这个哪些人是真正的贫困 那么由谁来扶贫 由谁来啊 帮助他们 怎么帮 然后等到 脱贫呢 达到了这个经济指标之后 如何退出 所谓退出就是考核 就考核这个 下面报这个数字 是不是虚假的 因为我们知道好多官员啊 因为体制的原因啊 都对于上级撒谎 明明 扶贫的目标没达到 但是变个故事 这个 七上贫 满下的啊 这种情况也很普遍 我想大概 习近平就是 讲的这个思想啊 关于扶贫方面 他大概就这个意思 就十八大以来啊 说是有六千多万人已经脱贫了 说每年呢 脱贫一千八百万的 这个 说在这方面呢 做出了 这个 很多的成绩 我想呢 这个数字啊 就可能啊 未必那么是就是 但是可以肯定一点 习近平啊 提出这个 关于脱贫这方面啊 的确是做了一些工作 虽然呢 我们呢 这个对于 中共的极权统治啊 很有意见 特别是 十九大结束以来啊 所提出的一些西核心 这些肉麻的吹捧啊 等等 我看 最近还有这个 红宝书在线 所谓红宝书就是 类似红宝大革命啊 这个印发了一些 关于习近平的书籍啊 就像当年 这个文革期间一样 那个红宝书一样啊 毛续语录 遍地都是啊 用公款来印刷 用公款来购买 搞得很热闹啊 其实 没有多人是花自己钱 套腰玩来买 学习这些东西啊 完全是 形式主义啊 那么虽然是这样 我们两人对啊 我认为 应当对邓小 这个习近平啊 所提出这个 扶贫 应当给予肯定 因为中国是一个 就贫穷人口啊 很多的一个国家啊 各地发展啊 不平衡 一般来说呢 沿海开放地区啊 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但是内陆啊 特别是腹地啊 还有一些 老少 贫穷啊 这样一些地方 那么 习近平提出呢 全国要建成小康社会啊 一个人不能少 共同富裕的路上 一个人不能掉队 我对他这个 说法啊 表示赞同 那么 据统计啊 我看了一个数字 可能就得些啊 他说呢 2014年的时候 中国呢 有 7000万的贫困人口 说是在 2682的县当中 有800的县 可见这个 扶贫的任务 非常简矩啊 那么我们就是 假如啊 我就算 刚才这个我将来 我提到这个数字啊 就18大以来 6000万 托贫这个数字 假如有水分的话 我们就算是 再减掉2000万啊 那有4000万 托贫的话 这也是了不起的 一个贡献的 所以啊 一方面 这个要批评啊 习近平这种 积权啊 这些 做法啊 极左的做法 另一方面呢 我觉得 也应当肯定啊 这个 他所提出这个 精准扶贫这个 观点 那么呢 对习近平这种 表扬之后啊 我们也来看看 有一个异议人士 对习近平的 批评 这个有一个 加拿大啊 居住在多伦多的 一位 这个 作家 这个人 我在2009年 见过他 呃 他写了一篇文章 题目叫 习政权 违法 这个 拆邮报 偷信件 他写这么 别的文章啊 发表在呢 美国的一个 这个 网刊上 他讲什么内容呢 他是说 他说 他这个 呃 19岁的时候 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也是个老党员的 他这个爸爸啊 被共产党啊 这个反右党啊 这些运动啊 这个整整整了20年 那么后来啊 这个人就来到了啊 这个 这个 加拿大 由于啊 六四的时候啊 他自己认为 看透了 共产党的本质啊 所以他丧失了信心啊 从那以后 他就成为异议人士 开始了 他长达30年的 反党字路 他是个反共人士 那么这个人呢 他每年啊 他这个 每年呢 他都要 这个 写信给他的亲友啊 他亲友在 国内 有妹妹啊 还有这个 家里还有长者 那么他妹妹 在 十月份的时候 过生日 他给他妹妹呢 写了一个 一封信 五千字唱信啊 一笔一划的 写得非常的认真的 同时 寄了一份礼物啊 生日礼物 搞了一个 非常的 精巧的小盒子 装上去 里面呢 放了一点点钱呢 那么他在 十月二十一日 就是他的家人 收到了 那么据他讲呢 这个结果 里面的东西啊 不一而非啊 只留下小礼物了 礼物还存在 信件没有了 那么呢 以前 他说呢 他曾经 邮寄给家人 六次 这个信件 里面都夹带着 一些 夹币 不太多啊 说夹起来好像 有一千 一千元左右吧 结果这些东西啊 就被 这个邮件被撕裁 被偷裁 而且里面呢 这个信件没有了 前一遍 他非常愤怒啊 他认为这是 这个十九大字后啊 这个原本 他抱有希望啊 希望习近平 当政以后 这些情况 可以得到改变 没想到啊 变门加厉啊 这个人老先生啊 也是和我年龄差不多 被我能大几岁啊 叫苏明 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作家 他写了一本书啊 在二零零九年的时候 他曾送给我 那么这本书呢 这个就这本书啊 大家看到了 叫迅红中国 他当时还在这个书里 还在签名 给了一个 曾送给我 书写的 记载的 就是六四尤 这个 他来到海外 他是怎样通过 在那个 这个 缅甸啊 泰国那个边境 费经周折 冒了很大的风险 这个辗转了几个地方 这个来到了 加拿大 成为一位 这个非常自由的啊 自由的土地上 不断的 撰写这些文章 批评中共这么一个人士 我就想到了啊 就说 呃 这种监控啊 的确是比过去啊 这个 加强了一些 那么以及我记得以前啊 这个我和国宝打过交道啊 国安国宝都打过交道 我记得以前呢 就在那个 呃 八十年代目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啊 当地也有些 所谓 这个在隐蔽站下工作的那些工来人员啊 他们也在 就是暗中啊 监控一些邮件 但是那时候监控邮件的时候啊 他们好像还有一些纪律 就是说 这个有的时候他偷看这些海外的来信呢 这个你当事人根本都很难察觉 也就是说他看完之后啊 他会把这信件呢 所有东西啊 原封不动的放在里面 这是我在大连恩的时候啊 我听说的啊 那么后来情况就发生一些变化 那当然各地啊 就是做 同样是维稳啊 同样是监控异议人士 可能有些做法啊 都不一样 完全啊 就是说 依靠个人品质 如果那个国安啊 或者是那个 国安人员啊 一般都是国安人员 如果他这个 对邮件的处理啊 有一些 还有点就是说 执意的责任性的话 他可能就不敢这样做 就像这个 苏明先生啊 遭遇这个情况 他把这个 偷偷看了你的信件 隐蔭一份 他存到 他存起来 就可以了 他不至于去 偷里面的东西 特别是钱财啊 这个是犯法的 当然现在 啊 根据苏明讲的情况 我相信是真的 就是说什么 整个的失控啊 就在各个领域里啊 由于什么 权力啊 过于击足 因为什么 你这个执行这个任务 这个人本身的权力太大了 没有任何人监控 监督他 你比如说 这个邮件 到达了啊 某一个城市 那全权委托 那么三两个人 假如三两个人当中 才有一个领导 其他人不太负责任 那就这一个人说了算 那当然 这个人个人品质的 在这个世界呢 就起到很大的作用 所以我讲的意思啊 就苏明先生 讲的 习政权 违法 这个蔡邮宝 偷信件 也就是他把这件事情 放到一个大的背景当中去啊 盼着自己的看法 这是我们看到的啊 就是国内啊 这个 这种监控的艺人士啊 达到了非常严厉的程度 我记得前年啊 这个北京有个朋友 就是 这个 他前面给他写一幅书法 因为都是朋友 我就特费专辑给发给他 但是他没有收到 明明他的公司有人啊 就是说 这个 置办 但是那边发挥的信息 什么 就是根本就是 是没有人接受这个信息 没有办法 后来我就重新写了 说啊 托一个朋友 先带到国内 啊 因为国内有很多人来的 往往嘛 就是当地的移民 就经常回去 让他带回 这个 内地 从内地在邮寄给我的朋友 哎 就收到 这个 那么这个邮件 这幅书法作品啊 我当时写的 记得写了三个书法作品 送给我的朋友 这个 这个朋友说呢 就是他的一个朋友呢 生的小孩 这个 他就很 喜欢我写的说法 就希望呢 我能 给他那个小孩 写几个字 结果 记得之后 收不到 我重新给他写 那么后来 我查了一下啊 因为都有那个跟踪号 查了一下 这个东西回到加拿大了 这个邮件回到加拿大 这个 又把它取回来 我讲这个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国内啊 监控 异人是这个 强度 的确是 比过去 还要严厉 那么这方面啊 这个 由于司法的不独立啊 官员啊 各级官员 滥用权力啊 这方面的报道 就打开了这个 网络啊 特别海外这些 呃 异议人士的网络吧 就是可以报道一些 自由的发表声音的网络上面 可以讲 BB解释 我们看到啊 这个 重庆 你看 说重庆啊 八南区 有个叫李家陀 光明村 一社 说有这么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 这个 被强裁的啊 像一个 呃 可以讲是个受难者吧 他叫黄元轩 那么这个报道是 博讯网刊登的啊 说他在2011年的时候啊 政府就 强裁了他的房屋 那就说是在 博讯网当政的年代啊 2011年呢 博讯网在这 博讯网在2009年 2007年啊 这个到 2012年 在重庆都长大全 唱红大也搞的 惊天动地啊 那么政府 这个争地猜浅 也搞的热火 这个朝天 2011年 他的家里的这个 房积地啊 就被这个政府给裁钱 墙裁了 多大的房子呢 159.03平方米 政府赔赏的时候啊 只赔赏40平方米 还缩水了 按道理讲啊 你给人猜了以后 最起码应该 给一个 和原先的面积 同样大小的吧 结果就给人40平方米 而现在这40平方米 还是一个什么呢 这个地窖很不好 这一栋什么呢 这个 安置房 还是烂尾的安置房啊 据那个报道讲 说据地点在二社区 那么呢 设施都不都不很好啊 条件都很差 那么这个人呢 黄元先呢 就是很生气啊 历史如实之长的时间啊 官员都换了 几次几任了 那么薄杰来倒台之后 先是张德江啊 临时干了半年 然后是孙正才 结果呢 这个到了2017年 7月28号时 还没有得到 就是这个合理的补伤啊 很生气啊 他就和他的妈妈 他妈妈叫 杜泽毙 和他妈妈一块 就搬到这个 他所在这个村子的办公室 政府的办公室 这办公室 也是人员都搬走了 也是准备搬起 可能有个控房子 不相让控房子 他就住里面去了 那么这个当地这些公安排成所 就赶他去赶他走 他不走 他有理由 他说我没有 我原先的房子 安置房子 烂了一房 条件不好 那我就住你办公室 大概这个意思 我看那文章描述的 结果呢 这个人被当地的派送所的 这些人威胁啊 恐吓威胁 这个抓到公安局里去啊 还坐了那个行椅 那行椅我都坐过很多次了 就是一个木头椅子上面 这带两个把手 你手放进以后 它有上面有个木头盖 盖上 你就不能动弹在里面啊 那就等于是这个 就是一种惩罚了 说这些拆迁办的人啊 说是在11月1日 说当地来了200多人啊 拿着什么棍棒啊 挖掘机 就给他这个房子 就这个 他临时住在这里面 这个办公室的泡房 也拆了 结果他71岁的老母亲 又被打了 住了院 住了到医院 所以他写了一篇文章 我看啊 他讲到什么呢 他就说 习近平这个中国梦啊 他对这个中国梦啊 非常的失望 我看到这篇文章啊 而且他引用了这么一句话 非常耐灵寻微 叫什么 一切就此 是刚刚开始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可以翻墙啊 看过公文贵的爆料 所以他 所以他不会啊 否则他不会 用这个词 不过他 很聪明啊 他稍微改动一下 那一切 就此 是刚刚开始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啊 就公文贵这个爆料 他也看过 他很失望啊 对于这些 中共的政权啊 极权主义 这种啊 这个 执法人员 滥用国家机器啊 滥用公权力啊 这个 打压他们 非常的绝望 这是我们看到了什么 就是陈明尔 这个 由贵州转 转战到重庆 他提出一个 肃清波王 鱼炉 你看通过这事 你看 他肃清在哪里 他既没有平凡 重庆 640个黑社会当中的 任何一起 也没有解决 黄元宣 类似黄元宣 这样的 下层的普通老百姓 被强裁的问题 这才是 黄元宣 这个造音 这才是 波王 一流的 余毒 你看2011年 强裁了 真正要 肃清余毒啊 就半点实事 不是 唱这个 空话 不是讲好听的啊 肃清波王 的余毒 要和 孙仲裁的余毒 结合起来 等等等等 结果自己 喊了半天 当上了中央 政治局委员 当地这个 强裁的问题 却没有解决 这是一个 事例啊 我们从这个 活生生的事例 可以看到 有些官员啊 一会儿去 拜访 一大会址 一会儿呢 又去讲一些 其他的 好听的 这个 东西啊 但是并没有 真正的 为老百姓 办事 这些行动 本质呢 你想这些事 你本身就 违背了什么东西 违背了 中共在 建党之处 所提出的 那种目标 奋斗目标 是不是啊 所以啊 我们可以看出啊 历次事件呢 还有这个 这个非常多啊 还有这个 武汉的访民啊 叫孙建林 也是在2015年 被强裁了 说到了这个 19大的时候 怕他上往啊 当地那个 一些警察 不让他出门 啊 这个 而且他披露啊 这个人 也是这个人 受害者 本身写的啊 他披露 他说在 新沟 新沟桥 办事处 就这么一个 小地方 还有个政法委 政法委主任啊 这个 也是 非常的粗暴啊 打压这些访民啊 他就在 类似像 那个新沟桥 那个小地方的 周永康 说他是 把那访民啊 整得不清啊 说有一个访民 70岁啊 叫周瑞应 说七次被 被他 关到了黑监狱 最长的一次 关了八个月 十九大之前 不知道他出门 他披露这么个事情 你可以看出来了 这个事情 呃 这个状况 原型状况啊 还有这个福州市啊 这个福州市 习近平过去 长期任职这个地方 有一个 访民呢 叫这个 宗雷 他要申请国家赔偿 他为什么要申请的赔偿 说有一次他出差的时候 正常出差 结果被公安局 叫创山分局 非法抓捕 他根本没有什么 犯罪的嫌疑啊 就是因为出差在路途中 这个被抓 抓了拘留 那么呢 他很生气 他就想什么呢 想这个当地的这个 检察员啊 提起这个 对自己的事情 提出这个申诉 他被抓了以后 这个不会有一点挺好 就抓了以后 这个公安不抓了他 因为没有证据 这个检察员不批谱 说是叫骨楼检察员啊 就检察员 中国地盘很大 说那个地方 有检察员叫骨楼检察员 检察员不起诉 说这个人不够这个犯罪 公安局抓了 他不批谱 那么这个人呢 认为你不批谱 但是已经给我抓了 我得要求赔偿 向检察员要求 那么当然检察员 再推出来 找其他部门啊 这就发生这么一个事件啊 这个人在 这个 10月7日 提出这个 申诉这个事情 国家赔偿的事情 因为你把人抓了 抓这么多天 是不是 你最后 这个不给一个说法 也不给补杀 那人家肯定不干 又成为一个 这个 又得罪一个人啊 我刚才讲到了 这个得罪的 远在加拿大的啊 像这样的 老的这个反共分子 也得罪了这些 在当地的啊 国内的啊 各地的什么 一些维权人士 这些人不一定是反共的啊 就是因为自己 受到不公共待遇 因为个人遭遇 这个提出一些说法 要求有说法了 那么这方面的案例啊 更多的还是什么呢 上海啊 我们知道上海市委书记 韩正升了大关了 成为政治局常委了 但是上海 这个维权人士啊 也就因为强财这个事情 我看BB街是这方面的意思 说上海啊 这个 法民 有一个法民呢 因为多年的上访了 也是被多次抓捕 说上访了多少年呢 上访了17年 这人啊 那么在11月3号的时候啊 他又告到了当地的法院 告到了法院以后 就对自己这种 近期被这个行政拘留不服啊 告到法院 法院结果呢 这个采取一个办法啊 就是折腾他 怎么折腾呢 说晚上啊 头一天晚上六点 告诉他 说是明天要开庭 明天开庭啊 按道理讲 你开庭啊 应该是早一点告诉 至少一周时间 按照国家规定啊 那个 让人有准备嘛 在厅上怎么样进行 辩护啊 走程序啊 结果他头一天啊 晚上六点钟 很晚的告诉 第二天八点就开庭 匆匆忙忙的开庭 因为你不受理也不好 为了应付才是 要依法治国嘛 他实际就折腾他 说这个 这个访民了六十多岁 老太太 他说他这么大年龄啊 你说怎么应对 依法治国 你说是怎么去 这个应对啊 所以说这些事情啊 很多很多啊 上海啊 最高明的问题啊 对其如山 我们再来看看 上海还有一个叫 西国珍 也是个上海 说是一九九六年的时候 房子被采迁 强灾了 他家住在长熟路 那么 这个人叫杨森秦 不叫杨森秦 这个人叫七国珍 他指控这个人啊 指控了一个犯罪分子 叫杨森秦 杨森秦 这么一个人 这个人是承建开发公司的 一个职工 也就是说他家被藏钱以后 他没有地方居住 那么呢 他和他的先生啊 就在抗 就抗议这次活动 就抵制这次强财啊 他的先生叫朱建宗 他们两个人 那么结果呢 逐渐就被打死了 被打死啊 凶手就是刚才讲到这个 杨森秦 这个人 那么这个罪犯 为了逃脱的法律制裁啊 竟敢伪造火灾现场啊 多次抵赖啊 这个这件事 反倒逃脱的就惩罚了啊 结果这个人继续作恶 2003年 又放火烧死另外一人 另外一处 这个 这个 枪材点 死掉了两个老人啊 这才把这个事啊 讨得天大 舆论纷纷报道 没有办法啊 这个姓杨这个人 就凶手啊 才被判了 撕缓 他被判死刑了 其实他已经杀了三个人了啊 是精心策划的故意杀人 按道理讲应该 这个 这个判极刑啊 舍不舍 结果呢 净判了缓刑 你可见这个问题都没人走啊 那么这个人呢 现在还是不服 人家上访啊 一直是上访到 这个 至今他 所以说 10月20号 说是 到北京上访 又被抓回来了 因为他这个 强财的问题 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嘛 没有很好打执 就上海这官员啊 包括韩正在内啊 这些人 他们只想自己当过事实 不为老百姓服务 所以这个 到了北京去上访啊 以为大官能管小官 结果又被抓回来了 被抓回有18个举报人 说是乘坐着1461 这个火车 这个火车上18人当中 有4岁的小孩 还有8岁的老人 你可见这是 这是生活非常的困苦啊 非常可怜啊 有的人都是一家老小啊 这个条条的千里万里啊 到北京去啊 希望找到包青天 结果呢 又被抓回 那么这个人呢 又被拘留了10天 10天当中 有带手画和脚料 7个小时 你看到这个情况啊 我看到写了一个 这个报道啊 之所以我讲的这些细节啊 你从这细节 你可以判断 这个不是假的 是真的 你否则人家不会描写的 如此这个详细啊 也得不到解决 你看上海啊 就是中共的高官啊 纷纷去 瞻仰中共的 一大这个会执 你看搞的 这个先是 这个最高领导人 然后是地方领导人 但是你看这些强财的问题 却解决不了 可见啊 这个确实具有嘲讽的意思 那么类似的情况啊 还有很多 像湖北啊 在浅江这地方 维权人士 叫彭逊 这个也是啊 这个多次也是被打压啊 被拘留啊 那么罪名是什么呢 寻衅自尸 也是告到公安啊 这个公安在11月2日 说是要开庭审理 那么家属呢 带着朋友纷纷的赶到这个法院 法院说不在法院开庭 说在看守所里开庭 不让进 那只让律师和他的儿子进去 所以我发现呢 说是 这个 彭逊这个人呢 在里面 关到看守所里 受到了月待 结果呢 已经中风了 身体非常糟糕 这个家属也进不了法院 也不能旁听 还不错啊 这些 这个家属 还有朋友什么 懂一点法律啊 就赶到公安局去啊 这个要求这个 有个说法 公安推给检察院 检察院推给法院 这些人还懂点法律程序啊 你看公安检察院法院 都没有办法来沟通啊 干脆到市政大去 因为任大是管这个公监法 按照中国法律的程序啊 这是表面上的规定啊 人大来管 说这个人大还不错 下令啊 人大下令 让检察院 这个 人大下令啊 让法院院长 派这个审判厅厅长 出来见了这些 彭逊 和他的这个家人吧 这个家属 敷衍了四啊 这个讲了半天啊 只是让这个 这个他的儿子啊 写了一份 就是 驱保厚实 这样一个申请书 就完事了 到现在还没有下落啊 这个人就是因为上网了 这个被抓到开始锁里 还要判刑 罪名还是寻衅自示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啊 就这种国内啊 这种 有法不一啊 寻死忘法 这个情况 非常的严重 非常普遍 并没有因为啊 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九大报告当中啊 这个 讲了一通这个承诺啊 而有呢 改变了 而有多少改变 当然可能 有一些地区啊 官员 可能相对责任性强一点 就可能做的 还可以 做的比较好 大部分地区啊 完全把这个报告啊 当成了什么 二旁 二旁风 成了一纸空文啊 所有的承诺啊 几乎都不能兑现呢 那么现在海外网络啊 这个比较开放啊 由于国内实行的风暴啊 没有言论自由 所以这些消息啊 远远不断的 涌向到海外 一打开啊 这些网站 你像博讯啊 万维 这个文学城等等啊 都会有一些 这个这方面的报道 那么当然更多的啊 就集中在 这个 万维网啊 集中在博讯网上啊 再加上啊 自由亚洲电台等等啊 也就是一些 持续不断的 批评 中共专制统治的啊 这样的一些 异议人士的网站上 那么呢 与此同时啊 还有这个一个消息啊 也是关于 人权方面的啊 说是 有五十多国家的国际作家呀 联名写信啊 给这个 中国政府 要求什么呢 解除 刘晓波的太太 刘霞 这个受到的 这个软禁 因为 刘霞啊 自从刘晓波过世以后啊 曾被啊 这个官方啊 带离北京 到一个地方 谁都不知道的地方啊 去 这个 旅行一段时间 现在据说已经回到北京了 这个 11月4日 嗯 我看一个报道说呢 有些人呢 和这个刘霞 通上电话 还可以啊 这个 电话是差不多 但是呢 刘霞对 一些敏感问题不敢谈啊 只是说自己的身体啊 还可以 那么呢 据胡家 胡家是一个著名的民权人士啊 他转述的消息 他说 明年等到两会结束以后 就说不定 能够允许刘霞出国 我想呢 这是一个 可能是不好消息当中的 一个值得期待的啊 一个这个 好的消息 那么这次签名活动啊 据说有2000多个签名啊 我不知道在一个什么媒体上 征集的啊 那么可以看出 这个 有50多国家的作家 非常关心这个 刘霞 那么这方面 这个类似的 新闻很多啊 我就讲这么多 那么最后来看一看 川普啊 川普访问呢 这个夏威夷 说周六已经到夏威夷了 说周日呢 在日本 这个 在日本呢 我看到一张照片 很有意思啊 这个川普啊 和安倍两个人啊 说互相 争送了小丽萍啊 这个一人一顶的白色的帽子啊 双方对我的签名 亲笔签名写的啊 非常漂亮 我觉得这个帽子 还具有纪念意义啊 安倍我们知道 对这个美国啊 总统这个 川普当选啊 他非常高兴啊 在这之前 他就去了 在去年十月份 就去了美国啊 我记得他还赠送了一个 高尔夫球棒啊 给这个川普啊 这个高尔夫球棒 这个非常昂贵啊 三千七百五十五美金 这个 很好的一个礼物啊 这么一个大礼 那么这体现呢 就是说安倍啊 也就是日本啊 就对美国的一种 维护世界和平一种期待啊 那么川普这次访问日本之后 还要到韩国啊 这个一些亚洲的国家 继续他这种啊 这所称这次 漫长的这个亚洲的旅行啊 但是他的肩膀上 担任务也非常沉重啊 因为小金正恩已经发话了 说是 因为在这之前 2006年呢 开始 朝鲜进行了四次核试验 多次导弹的挑衅呢 两个大国啊 就像中国和美国 都是现在很头疼啊 那么川普啊 迹象就来到啊 这个中国 据说主要的任务 是谈双美贸易 南海 还有这个 潮和的问题 根据一些媒体报道 说是 习近平进行一次 非常的充分的准备啊 说要在故宫借鉴 这个川普啊 所以我就做一点 大胆的推测啊 因为我看了很多报道啊 只是讲了这个 日程的大概安排 尤其很多人没有 看出 这种安排背后的意味啊 我在这里 给大家谈谈 我的粗浅的点拨 看了 他为什么在故宫借鉴他 是因为习近平要告诉他 中国是一个拥有 悠久的人化 传统的游 古古 文明古古啊 故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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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在福建庭 福建公 故宫有个福建庭啊 据说是个香港商人 全是扩建的啊 为什么要在福建庭 因为习近平 他这个仕途啊 主要兴起在这个福建省 这也具有象征意义啊 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个 这个福建庭这个地方呢 这个 我看网上有个报道啊 说是要在乾隆的书房 叫三西堂 要搞一次茶叙 就喝着品茶啊 和这个川普俩聊天 这个很优雅 但这个意思也是 他认为自己是 所处在一个乾隆盛世 他之所以在三西堂 就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知道上一次啊 这个 西平接见这个 奥巴马的时候啊 是在营台 他们搞了一次营台夜话 我看到法国网今天有个报道说呢 位于内庭河西 福建 这个功德啊 这个级别啊 远高于 就是这个 营台 他这么结实的 我认为呢 他之所以不在营台 而在这个 三西堂 就乾隆的书法 他是要告诉川普 我和上次不一样了 上次在营台是因为什么呢 我头顶还有太上皇 江泽民也好啊 还是这个 这个 胡尼泰也好啊 就是参与这些 这些压力啊 难难存在啊 特别是江泽民的时候啊 对西京还有点压力啊 所以他不敢做什么东西啊 做不好就成为光绪了 光绪当年不就被囚禁在营台吗 所以在奥巴马见他的时候啊 心情是不同的 这一次他已经啊 大权督揽了 这个既把这个名字 思想写进了党上啊 有政治局委员当中 二十五位当中啊 自己的人马 几乎全部占领啊 这个所以习近平 志得一满啊 所以说 他这次接待他啊 就在 象征着乾隆盛世的 乾隆的书方 三西堂啊 跟他搞一个查须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 8号 这个川普就要到了啊 9号 在人民大会堂搞一次这个活动啊 那些都是观养文章了 10号就离开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次川普这个安排啊 这是我根据网上这些报道啊 自己的一个分析吧 可以看出习近平的想法呀 不管怎么样 但愿啊 川普这次在中国的时候 不要中断推克发言 但是有很多人担心啊 中国是疯狂的 他的推特怎么上 我估计有办法啊 可能 这个习近平团队会考虑这个因素啊 单独给他 打开一个缺口啊 让他能够 这爱在这个推特上面 动不动发言的川普啊 就高兴一点 就中美高好团结啊 对世界和平有益啊 所以今天 就读报点评节目啊 我对习近平既有表扬又批评啊 那么 但愿啊 我这些 这些比较客观的啊 这些间接的 他能够听到 那么今天读报点评节目啊 世界已经到了 谢谢 明天见